好 进入到这一段的节目 刚刚有提到 其实META昨天晚上公布的财报状况是很好的 也带动台湾的科技股 老实说这一波美股的科技财报 没有人是差的 只是对前景的展望 有点影响到台股未来的后市 不过今天大涨了442点 目前哦 目前各专家还是定调在短线的反弹 如果是反弹 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还赚得到这波反弹吗 就要来请教这一段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国宝级的技术现行大师 杜金龙杜大师 好杜大师在这一段 继续帮我们去讲解 到底费波南希来了 那我们该怎么样的应对 另外大家有注意到 盘面上最热门的是什么吗 营件指数还是持续的创新高 机器人因为日元在升值 台湾有竞争力哦 所以机器人概念今天也很厉害 还有就是外资在看好散热族群 今天杜大师一个一个 帮我们做点名哦 好第二位 哦有点久没有来咯 就是我们的古奇小王子 翁世俊 好世俊今天来 赶快来帮我们看一下 齐全筹码哦 因为今天外资虽然现货小买 但是期货空单增加4000多口 到底要怎么样哦 一直空一直空 但是今天世俊也会就这个筹码面 告诉大家 所以这一次的反弹 我们还是要保留一点的谨慎 他从基本面帮我们看半年报 半年报好的 哎位阶不错的 前景赞的 其实就有机会继续涨上去 另外提出一点小小的建议 有一些状况比较不好的股票 现在是一个太弱流强的时局哦 好第三位是我们Smart致富的总编辑 风哥 好风哥我们常常讲哦 我们有富序跟我们也有风哥 这两位都不看盘 风哥也说要不是为了上你节目 我也不看盘 那一看之下告诉大家 今天来给大家一个套餐 什么套餐 三条龙的套餐 因为最近科技的ETF 市值的ETF 高息的ETF 都往下跌 只有债券ETF往上走 风哥说最好来做一个三条龙的配置 在下跌段配好配满 等到恢复上涨的时候 嗯你样样都赚得到哦 好首先有请杜大师 赵王 好杜大师台股今天把季线给收复了 好但是大家最一天而已嘛 一天我可能也来不及买嘛 要确定谈到哪边 我还来不来得及上车对不对 哦你今天的责任很多哦 你要告诉大家法说 在低档转强的机器人散热 这种超热门族群 现在的操作模式 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今天了 今天最主要是科技股大涨嘛 所以尤其是辉达大涨 所以来讲整个大盘在跌下来以后 这个科技股就全部都大 这一次跌三嘛 所以强劲往谈一般来讲 大家记得股票市场有一种现象 什么现象 缓慢性下跌涨的话急涨就像现在 缓跌就会急涨 对慢慢的跌 涨的话涨很快 多头市场是缓慢性上涨 跌的话就跌得快 那台积电的话这一次一样 我一直认为大盘很简单 你只要看台积电 涨也台积电 跌也台积电嘛 那台积电这一次是相对比较稍微弱势 你看看今天大阪涨的400多点 台积电的K线是怎样 开高走地 而且他从那个最高点 那个969一直砍了20几块 砍到951 后来才拉下一线 就是大概以外资为 那个台积电为昨晚 那今天前一阵子得比较多的 就是光达嘛 今天涨很多 因为这两只我都有 所以昨天这一只高兴 今天这一次高兴 因为我们这个股票市场 都是有一个伦理 涨多就跌 那个今天少涨 跌多的今天就强劲反弹 那宏海也是很强势 所以今天少跌 那官宝他除息晚又一路跌 所以你看他今天华硕会不错晚又 就涨停板 他之前比较多利空 对对对 而且他是除息晚又就一路跌 所以今天他强劲反弹 那连电这一波也修正 因为以前成熟自行 自成的话 大家稍微让他修正一下 今天你看法硕会不错 也强劲反弹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那个股票的涨跌 跟他以前有没有跌很多 那整个大盘在做反弹的话 他就会比较强劲的反弹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 位阶是任何事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判断的 那个医迹 所以位阶现在变得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是走反弹的格局 台币我们刚才有讲过 就是说到这个32.93就最新了 那希望这一次台币这边纸贬回升 不要破33以后 因为在破的话 33跟35.3 那这样就代表台股可能又会晚下几种 你要不要跟另外一个金融讲一下 好啦 我现在自己央行那边站着 站着 我叫牌子 说希望你要央行要出面 因为已经破了阳金融还线了 以前彭总财还线35.3 是不是 对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标准 就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外商 他说他们这一次一估33 短期应该会稍微 现在差一点点 另外我刚才有讲这个量 我因为一般来讲 我以前在画这个台币的日线图 我有感觉一个东西 只要量会冒大量 不管贬值升值 只要出现异常的大量 那那个贬值就会变成升值 升值就会变成贬值 所以我都有特别画一个量的东西 大家可以这样考虑一下 那大盘的话我们讲 这个出生段真的非常巧 我们认为会冒兰西真的来 而且来跌了2500多点 那我们认为我们这小坡 因为我们所谓的 我们有职呈一般都是看三天 那三天完以后 因为现在涨 那再往一看一下 这条基线有没有 它现在涨的话 离这个基线很近 有没有 所以来讲的话 我们还没有这么大胆说 它已经脱离 而且它基线已经是第二次来破 如果加上年初的1月8号 跌的话是第三次 这边是第一次 这边第二次 如果加1月8号 我们不是喜欢总统跌800点 这个已经第三次 那按照以前我做技术分析 基线大概两次的支撑 那如果第三次的话 弹上来再下去 这一条基线就没锁 再来就往半年线 它只负责两次就对了 对对对 因为以前我统计的之下 连线有30 所以到连线的话 你尽量去买没有问题 第一次也会强劲反弹 第二次连线反弹到一半的话 你就不 大概它就会下来 可是第三次你就不要 这是我们大概 那另外来讲的话 基线它弹上来 因为它现在扣底 4月份2万多点 所以基线每天现在还涨20几点 所以目前来讲说 这个基线争夺站 如果说不是政府在那边 稍微撑一下的话 这一次下去往右 它应该往下一条线 那个半年线 你看那个会半就是半年线 那有很多的股票 这是我们大概对基线 我个人的看法 那它这一次会破就代表说 这半年来基线已经撑了好几次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看 三天 有没有破 那目前应该是没有破 那一般跌的话 我们2500点的话 大家很简单 三分之一 大概800点 二分之一就1200 那你今天已经大概500多点 那上去完以后 你看它反弹度 另外就看成家量 我们一般来讲下跌有量 上涨没量 这个就是反弹波 就价涨量增 价涨量收 就是多头市场 价涨量收 价涨量增 就是空头市场 这个量价关系 我们在看那个技术分析里面 大概都会有 那最近的我们的量 已经大概都是在4000多亿 今天稍微多一点 今天多一些 对 如果明天的话 大凡再谈上去 你会发觉那个量 突然就又到4000亿以下 是 你会比较暗的 是 反而不绕跑 你就先绕跑 就是不要北人讲你 你就开始 就发觉这个量怪怪的 那你就有 再来就看那个台积电 台积电有没有过 今天的969块的高点 这是我们量价关系 大家可以这样看 那官保这次股票 大家再往里看一下 这次股票从民口 72年1月6号 是我们天字第一号 我们电字的天字 41年来 那官保有一个好处 你知道吗 41年来他一撇死都是 怎样 都是挣的 都有赚钱 都有赚钱 太了不起 41年来都没有赔过钱 很好的股票 这是 所以我以前 每次介绍官保 我认为他真的从以前 真的很低 因为41年来电字股低支 那今年获利6块多 明年7块9 很稳定的获利 所以我长期以前 我在上那个技术文学的话 我都拿当官保当例子 因为他是我们电子股 天字第一号 那最近的法说会算 他三半年稍微比较低迷一点 那现在因为他这一次是在3Q 孤二会一比2Q来得好 还有这个东西 散热 低价认证 那我们上次的话 他不会比较多 是他除息以后 大概修正了一段 那我们刚才有讲 你只要修正完以后 你划所谓好的话 那他就会有大家 做一个所谓强劲反弹 这是我们大概对于官保的一个看法 好 威杰迪是他的保护 对 而且他长期来讲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公司 41年来没有赔过去 那你对他的评价 2303第三家 这家也不错 这家本来在我们第五大循环 是以前的台积电 现在购完以后 现在是台积电最好 可是他来讲 因为他最近的话 就相对 获利也差不多 大概四块 四块多 五块多 那目前来讲 因为上次就是说成熟自成 有的人大概都讲 他这个大陆会有稍微竞争 所以他后来这一次 整个谈上来以后 就是说每次到一个相对高点 就休息 那这一次也是要 他法缩位 晚以后 这个2Q 这个这一次法缩位 里面产容 也有增加到七成 那他这支股票 每次只要跌 跌晚以后 他就会有一个殖利率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以前ETF5块买它是殖利率 以它配这个三块钱 有没有 你只要五十块以下 这个就殖利率 所以像昨天 富邦金 富邦政界马上出研究报告 这个后例是 昨天那个富邦的研究报告 我们把他添进来 那目标价 他稍微比较保守一点 那目前来讲 因为他又到五十三块 大家看这个前面的压力 因为他目标价是给五十五 对不对 五十五 那现在也差不多 五十五就等于说 你明天该上去 你就应该先落跑 就跟那个联花客一样 那个凯极给他的目标价 一二二多 有没有 那一天 我说我也不是有 等一下今天稍微落势 所以大家看那个目标价 如果是离现在很近 你今天才这个大量 那意思就说 我今天用我赶快落袋 因为现在我们当作迷波反弹 所以这个联电 其实来回做也是很好做 可是他相对的就是说 不像台积电市底部 越来越电越高 他是好像好像有在 串心低丸又反弹 反弹的一个稍微比较弱势 联电的形态比较弱势 对对对 那目前来讲 我们经常小说 超级强 对啊 因为只要飞打用的话 我们小时候经常 玩那个机器人一二三 木头人一二三 有没有 今天全部的 我早上一看盘机器人 全部都掌停板 今天全部都不动了 因为它那个东西是 刚开始夯的一个行业 所以来讲说 像立人啊 这机器人 有没有 今天飞打一大掌 碰了一下 我早上在 因为我早上 早上会从1101检查 你看到这个 检查 我每天都检查 1700档 对我30几年都这样 从110一直 pitch到99多 大概有花15分钟的 就检查完了 对对 都是看到机器人 全部掌停板 那机器人大概 所罗门 所罗门首选 还有那个 现在的一个 所谓的一些股票 那另外来讲 外资有开始 弄这个散热 因为它情深得很多 因为散热 这个外资报告 认为它的散热 商机有 那美国有一家 散热公司大涨 那这也订单有 所以一般来讲 他们推荐 取用跟 酸吼 所以前一阵子 这个散热 大概有稍微 回一下 因为散热 真的修正很大一段 修正很大 一大块 最近有在回温 对 那个所罗门 我特别 我很少做那么短的东西 你看 我为了做它 就说以后这几年 大概所罗门都是 机器人的代表 所以你早上 我都会检查 所罗门 真的 它一般来讲 大概都长 都回下来 大概是所罗门 所罗门的线图怎么看 还算强吗 还是 它还是 它这边来讲 一般来讲 就是叫出生段 这样子叫出生段 因为他们这个 这个才开始 就像利人三雄一样 刚开始长的话 因为我们认为 大盘是出生段 主生段 陌生段 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才开始 那它最主要是 没有EPS 所以来讲的话 它大盘修正完以后 你看到 它修正完以后 每一次都 一天一高 这是里面的机器人 最强的一支股票 好 所以代表 整体机器人 也还有戏的意思 对 管民这一支是不错 可是好像 恰好不叫做 因为它最主要是 有管 应该是它的子公司 如果挂门 你应该去买它 如果它有挂门 你就重庆它 而且赶快买完又 手单 玩又 那它也是要 每次得很多 我们要谈很少 就是相对的 它的线型比较不漂亮 对 那川宏的话 一般来讲 吉宏不好意思 你看今年18块 明年26块 所以来讲 其实它的股票 我在做的话 AK线赌是高高在上 对呀 它有修正一大段 晚以后 最近你看 照反而看一下 它是不是 ABC坡 这么明显吗 这么明显 因为我只是觉得 震荡很大 对对 我说我们大阪 现在不是 Apple 因为股票市场 有一个伦理 有的先涨的 会先跌 像那个IP的股票 你看那个 四星KY 创意 就是ABC 那有的好股票 是有的刚创新高 那我们大阪 现在是先A坡 因为它这一 这个散热是千涨很多 所以大概有 好 那它这样ABC 完后面 还有没有呢 如果弱势股的话 就会跌5坡 那就很惨 一般都是股 那强势股 因为我们认为 大盘现在是ABC 那到这边的话 有的会先在前面 只跌 再上去 所以这个是 我们看整个大盘 那它也先跌ABC 像那个四星KY 有没有 也是啊 创意也是啊 大概都已经跌ABC了 所以我们再观察一下 对 好 这边非常谢谢 杜金龙杜大师